不好意思 过来一下 那个 喝饮料 说实话 我也是被家里面的人 逼着来相信的 我知道你有个没钱的男朋友 不过没关系 我对你的印象呢 并不差 而且 正好你是我喜欢的那个旅行 这两年在外面呢 我也玩腻了 想稳定下来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和你现在的男朋友 尽快分手的话 我想 我愿意等你 不用了 我这个人呢比较周 一旦认定了就不会变了 我男朋友虽然说现在没有钱 但是我愿意陪着他 和他一起奋斗 小姑娘 你说的是初恋吧 我承认 初恋呢 一定是最喜欢的那一个 但是 绝对不是最好的 你千万别看低自己 我觉得你适合更好的 我男朋友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你不了解他 就不配评价他 不是 小姑娘 你千万别看它 你钱 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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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小心 我一定 一定会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完了 对 你包得这么简单会不会留吧 放心啊 不会的 往上回家记得换药 最近不要沾水 好 听见了啊 听见了 还傻笑 大叔 要是嘉庆哥哥能像你一样关心我就好了 你说他们那边闹事的人解决了吗 你还有心思管人家 管好你自己吧 爱一个人之前 要先学会爱自己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大叔 我发现每次我受伤 都是你在帮我善后 你说你这么好 赵总怎么就不肯接受你呢 害得我们两个人都在这里受伤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脱了 给我 你不给我怎么花 你知道我妈为什么公开我身份吗 因为这不是一个秘密了 因为我在我妈面前立了军名状 妈 我想好了 留在公司 这钥匙代表我决心 这钥匙只是表态 并不代表决心 您总说我没长大 不成熟 我会让您看到我的改变 那好 我拭目以待 是 原来你这段时间拼命工作 是为了做给金董看的呀 我是为了你 我想让你看到 我可以好好工作 我也可以变成熟 我可以成为让你心爱的男人 那你的赛车梦呢 为了你以为我打算暂时放下赛车 我要留在我心爱的人身边 我知道 你对我的感情可能还有顾虑 我也想明白 我不会再那样幼稚地为你要答案 但我希望 你可以 将坦然面对许宁远的那样 坦然面对我 别对我心存姐弟 别故意疏远我 如果真的有流言蜚语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嘉欣 我不想你为了我 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想你不快乐 我自愿 我喜欢你 为了你 我怎么都行 可如果喜欢我的结果 是让你委屈求全 那我宁可你放弃这一切 放松地做自己 你 顾佳欣 你可不可以不要逼他呀 对不起 我们还没有聊完 那就等一下再聊呗 江远 昨天晚上你给我发的邮件 每次都多勤了 是我发你的 以赵江远的性格 怎么可能发你那种邮件 一点都不了解他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抱歉啊 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 不用说抱歉 其实也挺好 我正好能借这个机会问问你 你还喜欢我吗 你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想法 我只要你最真实自己的想法 无论那封邮件是谁发的 我都收到了 那你希望我是拒绝呢 还是接受呢 对不起啊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 也挺好 江远现在 很成熟 很强大 虽然变了 但在我眼里 依然是那个眼睛里不会撒谎的 说开了挺好 这样还能继续做朋友 我先走了 我想跟她们说 我是拒绝 好 老是 哪个人 又帮你 我 不是